新一代女神莫宇文 今日出席开架式彩妆通路活动 活动现场莫宇文大方分享 自己独创的30秒一步骤 电梯光束上妆法 我觉得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都怎么用的 我都是这样子把它打开 然后额头 双颊 然后鼻梁下巴 你夹这样 就是像画画 涂一下就可以了 我都是用指铺 把它轻轻的推开 推开之后 因为你手会有暖度 热度 会有热度 自然而然你的妆感 就会非常的负贴 另外现场还有彩妆师 让民众在电梯中体验30秒 电梯光束上妆的厉害 因为我觉得在电梯里面 其实女生都会 很自然而然都会转到镜子的一边去看 那我觉得 那为何不利用这 好好的镜子 而且电梯里面都有光啊 也可以在里面轻松的上一个妆 那很方便啊 所以我怕旁边有人也不会感觉 没关系啦 我也爱美妆 OK 对因为我觉得女生出去 不需要说每天都要画一个完整的妆 但是我觉得底妆很重要 就是让你自己是在一个好气色的状态下 我相信自己看了也舒服 别人看了也舒服 会不会很害感 然后就直接服你 有耶 然后就会被我的几位伯伯说 莫小姐你最近是太累了 所以我觉得不管再怎么忙 还是花个三十秒 就是上个简单的底妆 让自己其实好一点 所以现在是什么 可以做的吗 嗯 我觉得 呃 简单的底妆 护唇膏 就是这个护唇膏控 嗯 所以我觉得护唇 让你的嘴巴不需要口红 但是在一个滋润保湿的状态 就是大家 呃 就会觉得整个 整整整的气色就是会 就是会更好 嘴唇也不会脱皮 也不会 也不会 也不会太干燥 最近在看一些其他的剧本 然后排完宣传了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投入下一个拍摄的工作 那有确实的 戏剧出来的时候 会再跟大家说 看到这里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赶快去买来试试看吧 ETV新闻网采访报导